大家好,欢迎回到Office三合一高校办公从新手到高手系列课程PPT篇 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用图表说话更显专业的上半部分 在本章的第一节,我们曾给大家做过一个案例对比 那就是分别使用表格和图表来展示同一段话中包含的数据及关系 不管是表格还是图表,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比文字描述简洁了很多 但对于表格而言,虽然有具体数据展示 可是在这些数据背后包含了什么样的结论,它是未能告知的 而使用图表,不同数据之间对比直观,一目了然 很容易就能引导出某一个特定的结论 这真是图表的优势所在 可是,想象虽然很美好,但现实却通常很骨感 当你在PPT中选择插入图表时 你会发现,这里总共有16类图表可以选择 每类还有不同的风格和各种参数设置 结合数据内容之后,变化不计其数 甚至在很多时候,连最开始选对图表的类型都是一个挑战 因此,在开始学习制作图表具体的操作技术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PPT中常见的图表有哪些 以及不同图表的选择方法 否则,即便运用了非常高超的技术 将图表做得异常精美 只要是选错了图表类型,也是白费力气 虽然图表的分类有这么多 但在工作中常用到的无非无种 第一种,柱形图和条形图 这两类图表通常用于对不同类别的数值大小进行比较 通过代表不同数据的柱子长短 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不同类别数值之间的大小关系 及排序情况 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 柱形图代表的数据都是百分数 很多同学可能会问 表达百分比不应该用柄图吗 这就要说到柱形图和柄图之间一个细微的差别了 柱形图主要展示的是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对比关系 而柄图则主要展示数据与总量之间的关系 看看左边这个2016年各品牌手机访问量占比的图表 把这些百分比加起来 显然达不到百分之百 图上的百分比数值 更多是为了展示,我比你好,你又比他好 而非展示某一个特定的数据在总量中所占的份额 因此应该使用柱形图或条形图 第二类,顶图和环形图 刚才已经说过了,它的展示重点是在当前数据与总量之间的对比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代表不同数据的上面面积大小来判断数据之间的大小对比 但这并不是柄图和环形图展示的重点 而且我们对面积大小的敏感度显然是比不过长度的 例如,把12.8%和12.5%的数据摆放在一起 使用柱形图或条形图,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谁短谁长 而使用柄图可能就很难分辨了 第三类,折线图 通常用来表示数据随时间变化趋势 数据是上涨还是下跌 在整个时间区域内哪一段涨幅最厉害等等 都可以通过折线图得到清晰的反馈 第四类,雷达图 通常用来表达两个变量多个维度之间的比较 例如,页面上这个案例 不但可以看出小王和小李在各方面各自的造诣和专长 同时也能从多个数据围成的多边形,面积大小 直观地感受到二人综合能力的高低对比 第五类,散点图 通常用来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例如,页面上这个案例 不管是汽车销量,还是广告投入 它们增长速度都不是稳定的 那么在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潜在的联系呢? 通过这个散点图表 我们就能看出来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几乎是每投入十万元广告 就会带来一万辆汽车的销量 以上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几种图表 对于它们,我们要能够熟练掌握 至于PVD中的其他图表 我们了解即可 既然学习了不同图表各自特点和最佳的运用场景 在使用图表时,就要注意根据数据关系的不同 来选择最合适的图表类型 如果选错了图表的类型 不但无法做到让观众对我们想要表达的信息一目了然 有时还会很尴尬 下面的图表是表示公众号 竞争关注人数的折线图 有时会因为当日取关人数大于新关注人数 而出现复值 如果你在最开始选择了使用丙图来展示数据 请问你要如何展示这些复值呢? 难道在丙图上挖个洞吗? 为了方便大家在制作图表时能够快速准确地选择图表类型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格 想想看,明显要通过图表展示的是左侧哪一种数据关系 确定之后,再选择右侧对应的图表类型即可 来看今天的总结 知识点1 PPT中常用的图表有柱形图 调形图、柄图、环形图、折线图、雷达图和散点图 对于这些图表 我们要能够熟练地掌握其他图表了解即可 知识点2 在本节内容最后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数据逻辑关系 与图表类型之间的对应表 希望大家能够熟记并灵活运用 只有当我们对这些图表各自的特征有了充分的了解 才能进一步去学习该如何制作 每天进步一点点 起跑线上就领先 我们下节课再见